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这样不行啊 你怎么能打呢 喂 这么好的性子你都打坏了 我们的梯子把别人借走了 没有梯子 只能先打下来了 哎呀 太可惜了 我 你看看 这么好的性子你看 全部打裂了 我们 好好的你看像这样子的性子 我们好好的12块钱在收呢 你们看打成这个样子了 3块钱都没人要了 你们这样子劳动不行啊 我们知道了 被村民称为老板的王玉倩 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喀什地区应急沙县一家农业企业的负责人 进入6月下旬以来 王玉倩每天和员工一起 奔波在当地各家姓园里 为今年的先行销售做准备 来 让大家都过来一下 来 过来一下 给大家讲一下啊 你看 对 看 这么好的性子 这么漂亮的性子 好 再开性子了 看 大家看一下啊 看 拧 拧下来 也不伤果这个果瓣 而且性子的完整性特别好 听懂了没有 听懂啊 对 这样的性子呢 非常好 尤其 12块钱嘛 我们全部都要 这样子的不好的 你说 价钱也买不上 3块钱都没人要 是不是 一定慢慢的看 这样子你们可以收入多少呢 你们没有梯子 尽量找梯子 能要不先把下面的摘下来 等梯子来了后再摘上面嘛 好的好的 我们知道了 以后就一下 一个一个架下来 不用棍子打下来 那就太好了 王玉倩苦口婆心的 提醒村民们 不要用棍子打下先行 是因为今年 他计划收购销售 1000噸鲜石性 鲜石性对国品的品项 有着较高的要求 因此 需要在采摘时 格外小心 不能伤了国品的外观 我们鲜石性呢 树冠有点大 所以必须得拿 这梯子呢 来采摘 这是一个 一个弊端 因为我们的杏子呢 是跟 我们的麦子呢 是基本上是同时熟的 所以呢 农民已经形成了习惯 这个农忙季节呢 杏子熟了 他们就拿棒子打 挡下来 就是自己晾晒一下呀 就是作为 作为自己家里的零食吃 英吉沙县盛产的这种杏 叫色买提杏 有着冰山玉珠之美称 已有400多年的种植历史 英吉沙县因此 也是中国色买提杏之乡 在过去 色买提杏丰收之后 由于无法及时销售先行 所以一直是采取粗放的采摘方式 然后制作成杏杆进行销售 产品附加值不高 效益一般 拿空子打这个现象呢 前几年是非常严重的 几乎不会拿手摘的 这两年 也是现在慢慢慢慢 农民已经有了这个商品意识了 对采摘性质 现在已经好得太多了 英吉沙县的果农 开始逐渐转变传统的采摘方式 还是源于王玉倩在当地 尝试收购销售先食性 我也希望呢 能帮助我们农民呢 多销售出去一些先性呢 让他们这个增收 因为性质呢 先食呢 价格是非常高的 随着我国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 曾经只能远望内地市场 无法作为先食国品销售的色买提醒 终于迎来了机会 从前些年开始 王玉倩就逐步尝试 收购色买提醒的先国 销售到内地市场 我来的时候呢 那性子才是八毛到一块钱 到现在十二块到十五块 也是看从我们的农民呢 不愿意种杏树 再悄悄地把它砍掉 到现在呢 积极地就说不种这些杏树 这一块 而且呢 从他们的收益来看呢 我觉得就很欣喜的 这种过程 今年已经57岁的王玉倩 并不是英吉沙县本地人 她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退休干部 乌鲁木齐人 2015年 来到英吉沙县创业 发展色买提醒产业 我感觉呢自己还年轻 还能做点事 我觉得我肯定能做好 肯定能让性子呢 从我们新疆呢 走出去 现在我想 我就是突然拍脑袋 想的就想到这儿来 而且谁再劝我 都没用 虽然王玉倩说 自己来到英吉沙县创业 是一拍脑袋决定的事 其实还是源于 她曾经在南疆住村 与当地结下的情缘 我14年呢 到南疆来住村了 看到了这个性子呢 卖不上好的价格 也走不出我们 就是新疆呢 还有呢 就是我在住村期间呢 真的是爱上了南疆 尤其是我觉得 南疆的这些维吾尔族呢 特别的宠仆 从我住村这一年 这过程中呢 有叫我王阿姨的 有叫我玉倩孤里的 就各种的 虽然在南疆住村 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 但是淳朴的乡亲们 和色买提醒 却在王玉倩心里 深深地扎下了根 2015年 正式退休的王玉倩 没有丝毫犹豫 决定到英吉沙县创业 为心中的色买提醒 和曾经相处的当地村民 做出自己的努力 从内心里呢 我也感受到 我们南疆的这些 维吾尔族农民 就是维吾尔族人呢 特别希望呢 我们能到这里来呢 多为他们做点事 也帮他们做些事 如今 王玉倩已与196家 农民专业合作社 建立起合作关系 开展色买提醒的收购 精深加工等合作 带动1.2万余户 当地农民增收 解决286人就业 成为英吉沙县 色买提醒产业的领头人 前几年 他又把色买提醒的 增收目标 放在了鲜石性销售上 鲜石因为农民呢 这一块呢 能卖出非常好的价钱 比如说 我们现在这个杏子 在田间地头 就是最低12块钱吧 能给我们当地的农民呢 带来更多的收入 在去年成功 收购销售 鲜石性500吨的基础上 今年王玉倩 打算把鲜石性 收购销售量增加一倍 达到1000吨 让更多的果农 从中得到更多收益 因此 需要寻找更多的优质果园 来满足今年的鲜石性 销售目标 好 谢谢 这样没舌吧 现在这舌特别多 鲜石不是 鲜石的没有吗 鲜石的 鲜石没有鲜石 就是这个 啊 鲜 鲜石的 鲜石没有鲜石 这个杏子不行 杏子不是太好 发鲜石是不行的 杏子口感不错 但是你看有虫 发不了鲜石 这个杏子不行啊 是吧 这个杏子不行 这个杏子不行 七十 七十克有 七十克有 但是有半 连续看了两个色脉提醒果园 国品质量都不理想 这让王玉倩心里 多少有些着急起来 一定要要这种的 今年杏子这个减产的也是非常的厉害 所以找杏子难度是非常大的 就是成熟期不同的成熟期不同的果园 都是你要是找优质好的杏子 就是更难上加难了 只有找到充足的优质果园 才能确保完成今年一千吨的鲜石性销售目标 让更多果农从中获益 王玉倩发动自己的员工 大家分头奔波在各家果园 努力寻找优质果园 直到晚上十点多钟 王玉倩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 我回来了 回来了 妈 来 刚起来吃看 谢谢 谢谢 我真是今天 今天是累坏了 今天都到哪去了 跑了十几个果园吧 看了一下这个果子 商品果呢 还不是太多 就是现在发现时的还不是太多 有点太着急了 真是太急了 今天累坏了吧 真是 我就觉得我真感觉老了 跑不动了 肩膀也是 哎呦 腰酸背疼的 那我给你揉揉 哎呀 好好 哎呦 好好地享受一下了 王玉倩的丈夫王友军 七年前就随着妻子 来到英吉沙县一起创业 主要负责性子身家工方面的工作 如今儿子儿媳 也来到英吉沙县 帮助王玉倩创业 对于这把年纪 还来到英吉沙县创业的妻子 丈夫王友军行李 多少有些无奈 明天我打算呢 把我们的这个订单 赶快发出去 再多派一些人手吧 我觉得 你们这块人手够不够 我们够了 够了 行呢 嗯 好了 好多了 喝点水 天这么晚了 早点休息 那明天还有很多事情 要去做 好好好 哎呀 就是 洗洗睡 第二天一早 王玉倩又带着员工 四处寻找优质果园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持续几天的寻找 不断有理想的果园 出现在眼前 嗯 嗯 不错 怎么样啊 非常好 刚才这个杏子的味道特别好 哎呀 我们要呃 发现实的话 好得很养现 我们 就这个标准 12块钱 你觉得呃 行不行 行 可以啊 好 那太好了 要都是这样的 12块钱 你有多少 我们要多少 好不好 嗯嗯 好 随着有了好的果园 一程与时间赛跑的战斗 打响了 农民从早晨七八点开始 起来采摘 交到我们手里 已经是一点左右了 我们要快速拿到厂里来 我们要快速的再包装 每天要在三点钟 就要出发 到离我们这80多公里的 喀什机场 这个速度 我们简直就跟打仗一样 就是给我们厂子 包装的时间又太短了 先行不易保存 运输难 必须通过飞机 冷链物流运输 从新疆销往各地 为了加快先行收购发货速度 王玉倩在全县设立了二十多个收购点 八辆流动收购专车 即便是这样 王玉倩还是觉得速度不够快 因为发现实是很短的 尤其是性子 不像别的苹果什么的 因为它可以保存时间慢慢发 性子是不等人的 所以我的压力是非常大非常大 看着员工们和果农都在争分夺秒忙着分解性子 王玉倩顾不上自己疲惫的身体 也加入到挑选先性的队伍里 随着一框框先行陆续拉走 来到收购现场的财务人员 随即为果农支付了收购款 你看包括复印机啊 包括我们的这个办公人员 都在这现场办公现场付款 农民的积极性现在是非常非常的高 快速快速 这个订单多呢高兴 这个发不出去货呢着急 这个客户呢这个每次一下订单 他要货呢有要的特别急 我也着急啊我也为农民着急 实话也为我们的订单才着急 先行收购顺利进行 却遭遇资金压力 按订单来说的话 大概还有七八百万元 银行虽给予贷款支持 却放款较慢 连谁解不了金颗 资金能否及时解决 三农群英会 稍后继续为您讲述 新疆退休女干部王玉倩 清洗南疆 促进色迈提醒产业 提制增效的故事 先行收购发货的工作 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王玉倩连日来 一直来回穿梭在各个收购点 督促大家抓紧时间 确保先行按时发货 太香了 好 由于当年在南疆住村期间 就与这里的百姓 结下了深厚友情 员工在王玉倩心里 就像自己的家人 王玉倩经常给他们 带些吃的东西 大家辛苦了 这种性子太好了 太好了这个性子 这是我这几天 见到的最好的性子 真的太好吃了 知道发到客户的手里 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了 然而 就在王玉倩在果园里 对今年的先行收购销售 充满信心的时候 财务人员 却突然把她叫了回去 当你给我打电话 记得我们资金上面的事情 到底具体是什么情况 目前的话 工商银行不是要求 给我们要放贷是一千万吗 怎么到两三个星期了 现在只给了四百万 剩下的六百万是怎么能到 那这个情况呢 我这样吧 我下午去银行 我去问一下这个 催一下吧 看看这个情况 到底是什么情况 按订单来说的话 大概还有七八百万的欠口 还得要找人 到他去弄钱 这样的话 我下午 我这两天再想办法吧 资金压力是王玉倩 来到应急沙县创业后 始终面临的最大困难 一个企业就是一个大的家庭 睁开眼睛就是想钱 各种的投入 你买原料的 员工工资 还有我当时真的没想这么多 资金压力是主要的 还有各方面的压力 就在去年 已经在应急沙县 坚持了六年的王玉倩 因为资金问题 一度动摇了坚持下去的信心 去年是我最 最应该最消沉的一年 我是真心的打退堂股了 一说 我真的干不下去了 真不想干了 现在我们的员工呢 第一个不同意 我们不要工资都可以 真的是这样的 非常地 就包着我 到最后 自己很紧张的时候 我们员工自发的 五千一万的 有些甚至拿出来 这个 两千一千的 就 放到我 交到我这来 我一看到他们这么朴实 是这种的这个 我 很感动 就觉得 我在这干 干这几年啊 我值得了 员工们的真情实义 打动了王玉倩 决定继续把色埋提性产业 打算用自家厂房 到银行做抵押贷款 希望能尽快拿到资金 但是这事儿 他觉得有必要跟丈夫商量一下 在没有别的途径 非要用我们的方产证做抵押 原水解不了金颗 那现在银行 能给你可不可以办法下来吗 这个我也不确定 我想的明天我去银行看看 拿方产证 看他们给我预估一下 能再能多少钱 多少钱能带下来 你觉得呢 没什么那就赶紧时间 王玉倩随后拿着房产证和相关资料 来到60公里之外的喀什市 找银行做房产抵押贷款 王总就是刚才我根据您提供的资料 和这个活动产证的这个状况 出户看一下 我们预计在能带260万元左右 时间呢 10个工作日 这个时间能不能 就是放到一周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先行的这个时间特别短 嗯 时间长了我们的这个性子熟了 就发不出去了 你看这又是月末 我看啊 这样行不行 您看 我们一周 您给我一周时间 我把您企业这个情况都往前推 太好了太好了 感谢感谢 谢谢谢谢 基本上能在一周之内呢 能把这个款拿上 加上刚才呢 我们工商银行呢 英姨沙之行呢 又给我打电话 说到我的600万呢 也会在这两天 就会到账的 太好了 啊 速度放快了啊 速度放快了 来不及了快 还要等我还要放箱子呢 啊 还有38箱呢 啊 啊 啊 这给你全大大的 啊 好的 速度加快 我爱英姨沙信 我们英姨沙信 我是感觉是看它长大的 就是 把我们英姨沙信 鲜实的这一块呢 走出去 让全国更多的消费者呢 能吃到我们 英姨沙信 带动我们周边的 农民呢 增收 我就想把 小小的杏子呢 作为我们的 幸福来敲门吧 来照亮我们前进的路 回来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